藍白和八字都還沒有一撇 但是隔空較勁的意味非常的濃 您看到柯文哲的九號在台中舉辦 他第一場的廟口開獎 活力全開 大蒜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 時常讓大家忘了他的存在 但對此侯友宜說 這不就提到他了嗎 高EQ回應 第一場廟口開獎 搬在台中大甲鎮攔工前 柯文哲在客廠也沒有收斂 活力拉到最滿 只不過劍靶卻直接繞過侯友宜 三位好中 難道是說做對手還不夠格嗎 但侯友宜高EQ回應 他是不是都沒有在聽你在講證件 他是不是都沒有在聽你 不是嗎 畢竟民調再度超車柯文哲 侯友宜要證明衝高支持 不需要靠選戰口水 何況民眾黨近期被捲入黑道風波 不斷哀悼 網紅四插貓踢爆 同一天台南選擇之友會成立 但幹部們全都改穿 沒有名字的志工背心 更大酸 大熱天請來沖場面 卻穿了長袖 難道是坐在冷氣口嗎 還hashtag做賊心虛 而網友也熱烈回應 原來民眾黨需要的是 這些高姿勢分子 不過民眾黨馬上反擊 都是些私人的意測及影射 沒有具體事實難以回應 記得中午報導